超商店員蹲在地上 细心的帮老先生剪脚指甲 还会帮忙拍到屑屑 而且老先生的脚 就放在店员的大腿上 尽管两个人过程中都没有脚弹 但隔壁桌的民众看得目不转睛 还有人看到这个景象 录影抛网直呼好暖心 他没有手掌 他的手是这样子断掉的 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没有手掌 所以他就请问我们帮他剪脚 其实帮老先生剪脚指甲的 是当天的值班经理 他不是老先生的亲人 但因为老先生的手断掉不方便 加上PO网的民众表示 看到店员直接从老先生的口袋 拿出指甲剪 接着又蹲下来修剪指甲的动作 不粗鲁又自然 好像很常这样帮老先生的忙 我一直觉得他还蛮热心的 他开口会帮忙 他是蛮有爱心的 对 影片PO网不少人大赞 根本是真男神 加上超商店员经常忙到 不可开交 但还能这样拨出时间 细心的帮老先生剪脚指甲 也难怪被赞报 还有人说对自己的亲人 有时候都很难做到 更何况是陌生人 直脚是偶尔会 我之前都是帮他穿袜子比较多 民众表示他也曾遇过老先生 还帮他穿过几次袜子 推测老先生应该是住在附近 这会有网友募集超商店员的 暖心举动录影PO网 而超商低调不愿意受访 但善举已经引发热议 记者赖文章潘英文台南报导 暖心举动录影PO网